富人一上公車依照規定要過卡 欸 這聲音不對喔 司機察覺有異樣 媽媽 妳給我看一下 你學生跟妳學生 妳給我看一下 沒有 妳給我看一下 妳的學生跟妳學生 被發現用的是學生卡 富人想裝傻 門都沒有 所以人家學科學師都打 知道了 這是人家平衡的 那等一下我能夠給她進去管 那我能講呢 司機也不是省油的燈 開著車子直奔派出所 富人急了 不能過 我就下車而已 總是倒不了的 沒有 沒有 你不能這樣子講 你不能這樣子講 這是人家陪我的話 我不知道啊 反正妳拿不出學生證啊 我本來就在學了 我不知道啊 那妳拿學生證給我看啊 一抵達派出所門口 富人嗆了這句話 我這樣已經在記者了 沒關係 她要叫記者了 這是規定啊 要找記者來 富人願望成真 不過是因為不是學生 卻用學生卡被移送登上媒體版面 一直沒辦法提供她的學生證 所以我們就依法將這名富人 依詐欺案 隨案移送 冒用優待票卡犯了刑法詐欺 最重判五年 還有民法的不當得利 看在其他乘客眼裡是這麼想的 真的 因小失大 因為學生卡才批兩塊錢 富人冒用優待卡為了省兩塊錢 卻得吃上官司 記者陳生一類必傷 高雄報導 也知道 看到